好 最后来关注的是美国的股市消息 道琼斯工商指数上涨了134点 《币时报》18506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扬了28点 收于5034点 标准普洱500指数则上升了11点 收于2164点 美国隔夜股市全面上扬 良好的经济数据和企业财报提振了市场的信心 刺激道琼斯工商指数和标准普洱500指数 连续三天创历史新高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劳工部最新报告显示 美国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 继续保持在低位少于30万 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稳健 尽管对于全球供应过剩的忧虑仍在 国际油价还是在大跌后反弹 在纽约商品交易所 8月份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4毛半美元 报44块3毛 金价则因为英国央行意外保持利率不变之后 跌到了两个星期来的低位 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11块4毛美元 收于美安市1332块2毛美元 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11块5毛美元 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11块5毛美元 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11块5毛 cheesecake